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根据郭先生的这个精神 把持住我们手中手握的这个洗地 他的后果将是毁掉所有的战友 毁掉整个洗地 所以郭先生也不在直播当中 千叮名万嘱咐 而这个战友们一定要 沉住起 拔稳手中的洗地 我们有三个关键时刻 我们需要等待 第一个关键时刻 就是主权机构的认可 他们开始进场投资购买洗地 那么第二个关键时刻 就是国家主权的接受 我们开始宣布数字货币的银行牌照 和交易所牌照等等的批准和获得 那第三个关键时刻就是 HP的诬如是HP的诞生 当HP的诞生 当HP可支付 其中的关键 就是洗地在市场上的流通 所以当 当这三个关键时刻都到达的时候 这个时候起必的价值 那个时候才开始健康的腾飞 另外我们也会介绍郭先生 为什么和家人一地不迟 我们可以看到郭先生 郭先生真的是在这一场的 带领我们的爆料革命的这一场运动当中 真正的是做到了无我无私 真正的是我们看到郭先生这样的榜样 也是激励我们紧紧的跟随 郭先生爆料革命 紧紧的要把灭共的目标 时时刻刻的挂在心头 我们要付出行动来跟随郭先生